西方人拍过很多很好看的史诗级战争电影,什么斯巴达三百勇士了,什么诗新王了,但有一段历史西方人从来不拍,甚至提都很少提,那就是蒙古西征,别说拍电影,他们连提都不愿意提,一说起来就是一把心酸泪,继续西进。 当蒙古大军占领清查草原,这个稳固基地后,他们稍作休整,便继续向西方的波兰、匈牙利进军。蒙古对于西方的进攻,是有助深远的战略考量的。东欧平原毫无遮拦,极易受到西方军队,在匈牙利高地的威胁。蒙古大军继续西进,就是意图歼灭这里的王国。 为蒙古打下的东欧桃源,占领一个重要的战略要点。 在趁西方尚未警戒御敌之时,蒙古大军乘胜选择西进是攻其不备,出其不意的妙招。 关于此次的西进扫荡,大军统帅拔兜将军队分为三个方面军。 北陆军由查核台的儿子拜达尔率领三万人马进入波兰,牵制波兰军队,并阻止他们南下以保护蒙古军的右翼。 中路军由拔兜和速部台,轻率六万主力进攻匈牙利。 目标直指布达佩斯。 南路军由核单率领三万人马,负责扫荡南欧地区。 掩护大军左侧翼。 公元1241年初,十二万蒙古大军杀入欧洲大地,让欧洲人恐怖的上帝之鞭,即将到来。 九个马带。 在三路大军中,最先取得战绩的就是进入波兰的拜达尔。 拜达尔一路攻城略地。 波兰国王昏会,无能没能形成有效的抵抗。 都城被蒙古大军攻破。 三万蒙古铁骑,很快就抵达了西里西亚首都弗兰兹拉。 西里西亚国王亨利二世自知不敌率军撤退。 三万大军退到了勒格尼斯。 意图与捷克的五万元军会失之后,再与蒙古大军进行决战。 蒙军之道之后绕过城池。 直接奔向敌人集结的勒格尼斯。 将大军驻扎在了两支西方军队之间。 意图阻隔两支军队会合。 从战场态势上看。 蒙古大军情势并不有利。 远道而来人困马乏。 而西方援军距离勒格尼斯,不过两日距离。 所以拜达尔当即下令首先攻击西里西亚的三万大军。 勿求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全监这支敌人。 拜达尔敢于做出这个决定。 一是因为他认为,蒙古大军有能力完成为奸战。 二是西里西亚军队,皆是拼凑出来的乌合之众。 英勇善战的歧视旨在少数。 很快蒙古大军就在勒格尼斯城下挑战。 双方一接触蒙古军,就装作不敌后撤。 这个计策对西方屡是不爽。 三万西方军队蜂拥而出。 他们将军队分为五个部分。 意图用前三队为炮灰负责消耗蒙古大军的实力。 后两队则为精锐主力。 多以歧视为主。 但蒙古军消耗到一定程度后发起突击。 战斗一开始前三队的炮灰们,就开始了冲锋。 可是这些没有甲咒没有防护的士兵,根本没有消耗蒙古军分毫。 蒙古人的一阵阵箭语,反而让炮灰们几乎全灭。 亨利二世见识不妙,马上率领骑士进行冲锋。 意图利用重贯骑士的正面对决解救自己的军队。 可是缩在龟壳里的西欧骑士机动性,远信于蒙古骑兵。 几轮冲锋间落空,骑士也都纷纷落下马匹被杀。 三万元马被拳肩,五万元军撒腿就跑。 逃到了德国不敢再出兵。 据史书记载,当日,蒙古人割下了九大麻袋的耳朵。 蒙古军主力北侧在无威胁,引马多脑河。 拔斗的主力大军,在此时却碰到了硬钉子。 蒙古军围攻布达和佩斯多日。 可匈牙利国王早做准备。 城池坚固难以攻克。 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面对危急情况。 派遣使者带住沾血的宝剑,向教廷与西方世界求援。 可是西方世界不为所动。 匈牙利岌岌可危。 面对九宫不下的布达佩斯。 拔斗选择了与兄弟拜达尔同样的战术选择诱敌深入。 拔斗率领大军洋装撤退。 贝拉四世不知事计。 居然率领十万大军追击蒙古军。 两军最后僵持在了赛约河畔。 匈牙利军队驻守河西。 占据开阔地势环车为营。 意图用堡垒阻隔蒙古军,以逼迫蒙古军撤兵。 蒙古军则驻兵河东显要之地。 准备做持久战等待时机消灭。 匈牙利大军。 很快蒙古军定下计策。 兵分两路。 一路在河东构筑炮时,继续牵制匈牙利大军。 一路则沿河,前进寻找渡河点。 渡河后形成对匈牙利军队的何为之事。 蒙军的作战计划,当天夜里就被俘虏偷听。 讯息很快传到了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耳中。 可是贝拉四世并没有做出任何策略。 只是固守迎累做消极防守之准备。 第二天蒙古军队争夺和上桥梁。 交战之下蒙古军又扬拜撤退。 匈牙利军因此放松了警惕。 当日凌晨,拔兜亲率主力进攻石桥。 匈牙利人本以为蒙古人不会再攻,没做防备。 一场血战之后,拔兜夺下了石桥。 另外,一路也渡过了河流。 两支军队形成了对匈牙利大军的何为之事。 匈牙利军中的圣殿骑士团主动请应, 冲击蒙古包围圈。 可是两次冲击毫无效果。 少殿骑士团也在战斗中尽数阵亡。 精锐的阵亡,使得士气大大低落。 匈牙利军中士兵,多从营垒逃跑。 见此情形拔都用上了经典的维三缺一的战术。 将包围圈打开了一个缺口。 让匈牙利士兵肆意逃窜。 求生的欲望让匈牙利人丧失斗志。 贝拉四世无力回天,只得上马向南方逃窜。 最后他到达了海岛,才摆脱了蒙古军队的追杀。 可是他的十万大军,就没贝拉四世这么幸运了。 两只脚终究跑不过马蹄。 十万大军损失了整整七万多。 匈牙利全境也惨遭屠戮,只剩三座城池在战火残存下来。 这就是著名的赛约河之战。 此战后,蒙古尤其都已经出没于维也纳附近。 眼看整个欧洲都将不保。 这时欧阔台的死讯传来。 拔刀撤军回蒙古奔方。 欧洲躲过一劫。